任人唱颂 马祖慈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祖慈悲 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分享 企业观点是《面向邪》 我们要学习马祖道法度人 来帮助旁边有言的人 马祖慈悲 他会在他脸上显现一些状况 比如说有一个字 有个斑 有个文 还有他的长相 会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吉凶的信息 希望我们来给他一个主导 引导 来欺及毕凶 所以我们必须来学习武士 相仪 这个相 第一个是学习闷相 因为每天我们都要看很多的人 我们看电视上这个影星 这个明星 或是我们的一些高官 我们可以看到他人生的成就 然后看他的相 来应对 来学习 所以《面向》是开始学习武士 最容易入门 最容易进入的一个像话 所以《面向》开始分享 一直在分享 现在分享到75部流年像话 就是看一个人一岁到75岁 然后每个部位 脸上的每个部位 看到一岁到75岁 我们一个一个讲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 35、36、37、38、39、40 35到40岁当中在走眼睛印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眼睛 眼睛在五官向华 眼睛也曾经很详细的解说 他的标准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参考 以往的五官向华 监察官 那今天眼睛再补充 眼睛可以看些什么呢 可以看到35到40岁的印 他如果合乎神向前边的这些标准 那就代表印很好 那如果说他不合乎向理 比如说我们有六伏向理 左右要对称 你的眼睛一大一小 那代表你35岁到40岁中间 这个印就不稳定 容易出状况 那眼睛也属于桃花地带感情地带 所以你的感情不稳定 家庭不稳定 包括你的事业也不稳定 因为这个地带35到40岁 可见你的印识都不大稳定 所以我们要了解 七十五部 刘莲华就要谈 这个岁是你走的安不安稳 但相事只是一个部分 事只是一个部分 不是全整体的 所有武士的东西 比如说风水 面相 就看某一个部分 只能看出你三四到四十岁 不安稳 不安稳以外 我们还要加看其他的部位 你这个感情上面呢 出的问题呢 还是事业 鼻子上面 事业公 鼻子财博公出问题 还是主身 还是环帝禅 那还要看其他的部位 可是你三十五到四十岁 不合乎这个 神像层边的一个 好的面相 的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口分 我在补充 以往讲过的监察官 五官向华的眼睛 我在补充应该注意的一个事项 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眼睛 眼睛的一个项理 当然第一个要寒蝉不露啦 黑白分明 同志要端定 就是黑眼枝 黑眼球 要端定 观察射能 细长极寸 合乎登的这标准 那有关于这些的信息 各位可以参考 以前的这种集市 以前我们讲过的课程 那首先呢 要知道 看眼睛呢 我们要监察官 要监察他 首先要看看 你有没有一个有智慧的眼睛 眼睛呢 要光彩射能 但是不能露光 露光就是 哇 眼睛灯很大 很凶 就可以看到有些神像啊 那个将军啊 好凶啊 眼睛真的大大的 你知道喔 露光 光的射出来 太阳一照 就仿光回来 我的眼睛看起来都好凶 所以眼睛呢 要光彩射能 可是不能露光 不能太大 露的大大的 要避七分开三分 为最好 如同眼睛呢 含着一颗明枝 所以眼睛呢 你很长 又避七分开三分 眼睛又明亮 又明亮 光彩射能呢 你就是一个大智慧 大富贵 而且长寿的人 各位想想看 当我们在考虑事情 在诚思 那这时候呢 你眼睛自然就会闭合 眼睛会闭起来 你要想东西 眼睛自然闭起来 在养神的样子 所以闭起七分的之状 所以眼睛都眯起来了 眯成七分 那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我们就不要呢 眼睛张大大的 尽量把眼睛呢 半壁 把它闭起来 闭起温 那不仅可以养神 而且可以让我们大脑休息 后世呢 我们可以尽量呢 让性貌活躍 增长智慧 开始思考 所以你闭起眼睛 不想 都在养神 想 你这思绪就开始来了 很充沛 你的智慧就会展开 增长你的智慧 所以你看我们民间信仰 所有宗教的像 这些有智慧的神 比如观世音啊 马祖啊 观圣地经啊 他的五官都是非常标准 你要看那个神像 都是很标准 而且那个眼睛 几乎都是闭起婚 看三婚的 眼睛都闭起来了 我没有看过 真的大大的马祖的神像 他都是大智慧 所以我们要学习 所以我们要学习 从神像的雕刻 的那个形状 我们能够知道 这个眼睛应该怎么样 耳朵应该是怎么样 眉毛应该怎么样 都是合乎五官像法的 神像成篇讲的标准 所以下次到庙里面 不妨好好的观察一下 除了一个很凶的一种江青眼睛 大大大的 大部分的一个神 大楚大悲 大智慧的神像 都是寒常不露 所以那些将军 大眼睛的将军 都是武将 都很年轻的时候 就为人牺牲了 就为人牺牲了 在三十五、四十岁 就最危险了 所以三十五岁以后 一开始要有智慧了 要闭起你的眼睛了 爭一眼闭一眼了 大概类似这样子的 就等于说 要闭七分 爭三分 要多用脑筋了 不要冲动了 所以三十四十岁以后 眼睛太大 真的太大 露光不好的 又胸光 那怎么办呢 顾问常常讲 你就戴眼镜吧 有一个人眼睛真的澄清 我遇到一个学生 他眼睛就很露 我看到他眼睛之后 哇 很好拍 都瞪着人家 你瞪着人家 就是瞪着大大的 直视人家 就看起来人家都很可怕 可是他的心没有那么凶 可是他眼睛长得真的很凶 顾问就跟他讲说 你三十五岁、四十岁 你有凶险 你有凶险 他就问顾问怎么办 顾问说戴眼镜吧 可是这个人基我所知 他到三十七岁的时候就走了 因为意外走掉了 所以有时候人生的记忆 顾问也不知道怎么讲 那眼神太露的人 好像都一直瞪着眼睛 然后又没有那个智慧眼 在三十五、四十岁 你一定不要冲动 不能有凶险 有凶险 当然论相不能一一段之 还有他的命理 可能命也是这样 巴注也是这样子 也可能是风雪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征兆 征兆当中有七成的准确力 七成的准确力 那我们尽量呢 如果发现出的眼神太露了 那就学习闭眼睛吧 所以为什么要学起禅座 宗教要学起禅座 禅座呢 不叫你完全睡觉一样闭起来 就是叫你闭七分争三分 甚至闭九闭争一分 那什么是三百眼 三百眼就看下去 黑眼珠也比较小 所以黑眼珠比较小的人 大部分都比较有野心 不容易去欺负 服从长官 和服从这个社会的规患 有叛逆的性格 那有时候呢 人家会认为比较没有道德观 其实他是不大服从 也不大欺负社会的规患 所以比较容易误入歧途 那这些可能是一个革命家嘛 因为他不会欺负于社会的规患 如果社会的规患是风气不好的 那这个就好了嘛 那他就是 人家就有时候比较贪逆一点 那黑眼珠 黑眼珠大的人呢 个性的 每一看奥就知道很温和 很善良很温良 当然判断一个人呢 是不是既有良善的性格 千万不要以一段之 还要加上他的笔准头严不严 如果很混连 眼神又很端正 山庭又很平均 大概有善事相 看起来就是忠厚老实的样子 他就是忠厚老实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 黑眼珠很黑 然后呢 鼻子头很远 不是尖的很远 那山庭又很平均 眼神又没有叉喇叭 又很端正 这一看就知道是国一郎 就非常的一个温和善良的一个人 那如果呢 你有下三白或是上三白 下三白就是你下面是白的 左右白下面白的 上三白就是上面白左右白 还有四白眼 所以眼睛很小 黑眼睛很小 那看到四边都是白色的 那这种眼睛呢 都是人都是刚刚讲的 比较不会果同 这个社会的规范 不果同事实道德观 但像你来讲 评价是比较差 可是这种人呢 他守定一个目标呢 就很积极的行动 为达到目标呢 可能不顾一些传统的眼光 那一味的去做 就不顾社会的规范 那如果革命家 革命家改革嘛 那也许是好的 可是一般传统是比较保守 就认为这种相理会比较差 那如果是你有三百眼 有四百眼 那你的鼻子 長得很端正 那夏天 下巴也很好 也拜了晚眼硬眼也很好 又懂得眼睛 有智慧 可以避七分 增三分 那四百眼的人呢 如果你还可以避七分 增三分 那鼻子又长得端正 長得好 夏天也好 你也会成功 也会受人家欢迎 就不要为了 因為三百元四百元而泣脸 你知道自己 比較不欺負以社会规范 可是应该多注意道德 別人的感觉 注意一下 那你可以革命 可以创新 可以为了达到目的呢 全力积极去做 一個人心性正不正 那就要看到這個眼神 統治就是黑眼球 我們的黑眼球 不可以閃動不停 停不下來 眼睛飄好飄細 沒有辦法呢 端定正式 就是纏阿巴 為什麼我們去入伍信念的時候 心兵信念第一個 立正正好 正式正前彎 就要信任你 不要有纏阿巴 所以 眼童呢 童子呢 端定的人 心地善良 那表理一次 比較不會去傷害別人 那 眼神靈活跟纏阿巴是不一樣的 靈活的人呢 是眼睛轉過去 馬上定制的 那纏阿巴是眼神轉過去以後 那眼球一直閃 一直閃 那就不一樣 所以 靈活的人呢 反應力的加 眼神 眼睛呢 很靈活 很端正 很端正 它不是一種插插插插 所以眼睛增大呢 比較難動腦筋 所以大室的智慧的人 都大部分B7分 眼神呆住 不會動的 模模糊糊的 看起來很除鈍 那它是不好的 要能端定 眼神要能活 腦筋才轉得快 才能洞察善機 端定的眼神是正派人所表現的第一個特徵 所以你要很端正 很安定 端定 當7月用臉的時候 第一個先監察官 就去看他的眼神 那眼神也可以看體能 因為眼神的是六藥之一 看你的生命力 看你的精氣神 所以觀察攝人的眼睛有神光 精神飽滿 充沛精神佳 那你眼神的無光 模模糊糊的 沒睡醒的樣子 那個就不好 所以你要看這個眼睛 光看這個眼睛的眼神 到底飽不飽滿 好不好 你可以到醫院去看 你到醫院去看 看生病的人 你看他的眼神 都是看下面的 無神 猛猛虎虎的 不會光亮 不會靈活 不會靈活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 這個眼神 看了一個人的身體的健康 那有沒有精神 因為生病就沒有精神 所以我要提醒三十五歲以上的人 你一定要注意睡眠 要睡飽 不要讓眼睛紅了 要多做運動 保持信心 人要有自信 要樂觀 才會精氣神才會好 要才能自己展現飽滿的精神 魅力始祖的眼神 你好運才會來 那大眼睛小眼睛有怎麼樣的差別嗎 大眼睛熱情小眼睛理智 大部分我們可以這麼講 大眼睛的人較熱情 他的情緒就像歡臉 像歡思一樣 很快 有時候很冷很快 是不是很熱 他來得很快 所以大眼睛的人的感情來得快 氣得快 他比較感性 都靠著這種感覺 特別明淚 所以他是感性的 性格很開朗 所以大眼睛的人 人見人耐 你要大大的眼睛 人見人耐 他喜惡分明 他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所以你只要投起手號 很投眼 你就很容易跟他交朋友 可是 一個處得不好 很快就 朋友就斷了 這小眼睛剛好相反 他很理智 你要追追這種異性 你的異性朋友是使用小眼睛的 你一定要有誠意 要有耐心 要獲得他的信任 而且要長時間 你才能成為他的朋友 他如果把你當朋友了 你就是他一生的好朋友 他會觀察得很久 他比較理性 所以小眼睛的人 大部分都是大趣晚成 從眼睛我們可以看似一個人的個性跟心性 所以眼睛叫監察官 所以我們企業用眼的時候 要找人一定要先看個眼神 監察官 要用眼神端正的 然後眼神也不能太露 所以眼睛不要張大大的 看起來有胸光 那我們就看起來就害怕了 心性也比較沒有服從性 比較會為自己的目標 自己去努力 當然現在的社會 這種人也會成功 可是還要尷尬其他的一個相理 所以不要以意斷之 當然我們從眼睛看似他的智慧 那他的一個心性 他是不是端正的 所以我們常常很喜歡用當兵回來的人 當你當兵回來的 尤其是憲兵 站在那個國務紀念館的 那個憲兵 你看他一站在那邊 眼神都很端正 這樣經過一段信念以後 憲兵連都是正主的象徵 所以我們一看出來 這個眼神可以信念的 所以我們要信念我們的眼神 不要亂動 當眼神的心動 眼睛都動 眼睛是靈魂之窗 所以看出他的心性 所以他是監察官 所以不管我們在用人 我們要找伴依 我們要了解他的個性 他的心性 他有沒有智慧 所以35歲到40歲的人 一定要注意你的眼睛 因為你要做眼睛印 一定要睡飽 郭文也舉過一個例子 有一個氣管公司的老闆 他也經營一種建設公司 營建公司 他要去標案 郭文說他的眼睛太紅了 然後他也沒信心 很多條件好像無法去標這個案 郭文說你要標這個案 你就回家去睡覺吧 你睡覺好了 眼睛好了 你的印才會好 因為你剛好走35、40歲這個印 你要把眼睛養好 一定要睡飽 要運動 要充滿信心 而且要常常閉眼 沉思 THINK 想 想 都想 都思考 35歲以上的人 都思考 好 今天各位跟你們分享 七四部流連法 講到35歲到40歲 眼睛 請各位參考 五官相法的監察官 各位講的這個課程 再加上今天的注意事項 各位一定好 而且會更好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儲備 請大家合掌 恭請馬祖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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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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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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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